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分享两件事 英国七百八十万户家庭调 资不抵债 加息子的按揭 横幅得大真 楼市会不会大跌 如果他这么说,就很烟 我自己就觉得 可能 对一半 因为他外面加租也加得很紧要 既然加租也加得很紧要 是会加息子 但如果你外面租楼 人家加租也加得很紧要 其实也是一样的 除非他真的告诉我 出去帮人租楼 价钱比供楼 很多 他没有办法不卖楼之外 我想不到一个 原因要卖楼 我会这么想 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说 分析英国的经济年底会报入第一期 经济衰退 又窮又没钱 楼价又会跌 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呢? 大家想想 又说到经济衰退 又说没钱 那怎么办呢? 你这些人 不是很惨吗? 真意是否重要 我们先看看现实 现实就是 如果我说Chris哥 我有留意 他开附近的盘子 例如这个我亲戚有买的盘子 他当时买的盘子 也不太贵 21万磅 现在也是22万磅 之前最上一段时间 两房是23万磅 是便宜了一点 还要FacePie 我觉得 现在的价格 算是跌了一点 单问题就说 又不是我的想象之中跌得很厉害 不是想象之中跌得那么厉害 即23万磅也有交易 好像这些 23万磅也有交易 是跌了一点 但好像这个本位 我之前看的 应该是204、25万磅 即是25万磅 23万磅才有交易 现在23万磅 是便宜一点 但不是想象之中想得太多 对 因为 真是 这房间不大 不是想象之中不大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不如先分享下一个文 知不抵债 英国智库国家 经济与社会研究 统计 除了英伦银行加息基准 利率升到5厘 由于按揭环虎压大增 英国料有120万磅 今年底 会耗尽积速 约780万人要资不抵债 其实 谁都知道英国 英国人 没有积速 怎样耗尽积速 他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他也知道人家有多少钱积速 那么夸张 还有120万家庭 他也知道有多少钱积速 那么夸张 所以 你看这个主题 你信不信他这件事 我不太信 但我刚刚一开始 我都说了一件事 除非你那块钱 收入 真的 加不到 人工加不到 以及 你供楼的开支 实际上太大了 和租楼差了 不然 你也会继续供楼 或者可能 老婆出来找份 兼职做 也行 你没理由的 因为现在你外面租金 租金都在升 你明白吗 你以为只是加息吗 所以正常有楼的人 都两边照夹 但问题 我想如果我是他的 外面租金又加 那些案件又加 我只要先挨住层楼 你比帮人工楼好 是不是这么想 这个报告又说了 今年年底 廖浩俊 积蓄的家庭 占全国家庭比例4% 而 之不抵制的家庭 占全国比例3成 有3成那么高 其中 威尔斯 英格兰东北部 所受的影响最大 咦 如果这样看 加拉斯哥 或者苏格兰那边 不是影响这么大 根据这个利率 这个组织有一个估计 每个月底压贷款 平均增加50% 不是吧 底压贷款 平均增加50% 增幅高于家庭申请 按揭接接受压力测试的范围 这就大固和了 研究家发现 按揭贷款 还款 压将会增加 英国国内生产的GPB 会损失0.3 所有成造按揭的家庭 每年合共损失120万磅 接着又在吹 NIESR 经济学家 也在说 阿Mess 也表示 加息至5厘 孔令数百万家庭 造成 楼月贷款家庭 瓶林破产 形容贷款机构 甚至政府 不应 期望有家庭 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冲击 整件事都说完了 其实我之前那集 前几天那集也有说过 有个人跟银行谈了 如果12个月内不供楼 银行也不收楼 但我还未见过这宗报道 我那集也有说过 现在我还未见到 是否真的有其事 我就不知道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出现了 你不供楼 12个月 银行也不收你楼 我不知什么情况下 不供楼 你全部不供楼 还是你只是供楼 不供本金也行 但我没有说过 我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出现了 有什么压力 有什么压力 所以暂时未见到那件事出现了 见到时再和大家分享 你被标题吓了 我认为会吓到一些人 资不抵债 这么多人 有三成人没钱 哈哈哈 这样说 这件事是分析英国经济年底 报入第1年的 京度衰退 说什么呢 英伦银行上周以外大幅加息半厘 令政策利率升至5厘 仅低于美国联邦基加四分之一厘 彭博分析认为 尽管英国自2021年连续加息13次 英国5月份通畅8.7 乃形式7.7的雜值最高水平 预期 11月再加4分3厘 即0.25厘 英国经济会在今年底 进入一年度 双方的衰退 损失略高于1% 经济 产出 不过有彭博认为 面对通胀和 升金水平高企 在别步选择下 英伦银行会进一步 执压经济 目前市场 几乎肯定英国会在12月 再度加息 半厘 不是4分1厘 即是半厘 0.5厘 衰退情况会更加严重 但有警告 一旦当地借贷成本 飙升至5厘 金融稳定性受到冲击 风险22倍增加 彭博估计 英国会在明掩第二季 调头 减息 但由于通胀 水平仍高于目标 相信届时英伦银行会 调慎行事 整单说完了 但Chris Scott 刚刚也见到一个新闻 就说有人吹 我看完也不相信 我都没打算分享 因为我不相信 他说什么呢 说不加薪金 可以压制 压制通胀 你信不信 我真的不信 我看完我真的觉得 有没有可能 你不加薪金 本身的人都没有钱 已经说穷了 你还说不加薪金 可以压制通胀 是不是瘋了 所以什么人 怎样说也不重要 你用脑袖去想想 你真的想想 如果经济这么差 又要加息 人们更加没钱 已经没有加薪金 又要加息 更加没钱的情况下 唯一可以减什么 出去吃饭 或者带麵包 但我认为 砍楼 我觉得是最后的 最后的防线 为什么呢 是人都明白的 如果我家里找那么多 家庭还收入那么多 第一时间 想办法 又没有办法 开完 如果我老婆 一直没有出去做事 现在是找多份 工作 或者 做几个小时 增加收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减少开支 无谓的 去街市 无谓的礼物 又说 减少一点 又或者 省下电费 省下回费 总之 想办法 总之 每个人都会想办法 最后才会 我相信是最后才会 砍楼 每个人都要住 不然会睡街 说真的 但如果有些家庭 我不达除 有些家庭 真的会输到 底裤也没有 真的长期不够 输到底裤也没有 没办法 唯有要砍楼 因为 一家式上去 卖得大 卖得大 那时候 很流行 那时候 卖了市中心层楼 就去买交腿 买得大一点 买得贵一点 现在就全了 真的全了 那时候 不理智行为 我说真的 不理智行为 就导致今天要砍楼 可能在市中心层楼 不太贵 卖了 然后买交腿 买得大一点 买得舒服一点 卖得粉红 他以为是一世 一世 确实 现在就全了 卖得粉红了 那又怎样 资料又升了 买得粉红了 真是买得粉红了 又或者有些人 之前的利率真是超便宜的 我现在又到期了 烤夹爆 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那你也有三四年 便宜利率 对不对 现在又再签合 让人 然后就举夹爆你 没有办法的 是吧 施主 真的没有办法的 要么是供 要么是不供 如果我是你 都会继续供 你出去租楼 应该都是贵的 你没办法 如果我看楼价 如果以我认识的 周边那些 都没有跌过 三百多万又有 260万又有 280万又有 两房 230万又有 我周边 这个是220万 对 没跌过 这个有220万 其实买篮要225 那怎有跌过 我说真的 在这个价钱我看不到 我周边有跌过 我不知道 市中心 再看看 两房是240 哪有跌过 这两房是215万 这是我继续 都还没算 格高借得 还没算 最后买成那一刻 这三球 说真的那句 250万 所以你等它跌 慢慢等 等得到就等 所以我觉得 我不担心 人们输得底库都没有 没有钱 真的会拿些钱 会拿些楼买 我相信 但是越贵的楼越危险 今天讲重点 越贵的楼越危险 为什么 他寻愿 沽了那层楼买一间 便宜了 哈哈哈 你给我就会是这样 我现在住的那层楼 越贵的楼 被人被沽 压力越大 我觉得 会是 因为我沽了那层楼 我还有一块钱 有得手 还有我再买另一层楼 再放多一点本金 供那层楼的 价格少弱 如果我是那些鬼佬 我一定会这样玩 说真的 所以今天 他的结论 我告诉你 Gristian 认为 越贵价的楼 沽受压力越大 被迫被人套现 被套现 但平价楼也变成支持 因为每个人想着 不想交贵价租 买便宜的 扩回自己住 说完了 今天我分析得 好吗 我认为 今天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留言 给赞分享 拜拜